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会开高走低 因为已经连涨三天了 大盘连涨三天 涨幅其实已经大概快230点了 已经连涨三天了 连起三天 那目前月线跟半年线全部重叠在大概10775的位置 所以重叠压力区 那今天最高来到10738 所以相差很近了 差一点点而已 所以行情今天早盘拉高之后 目前已经回到7张点了 一定回到那里边 所以今天一开放就跟会员讲 今天不要乱追高 今天乱追高 短线上很容易被卡住 等压回再接就好 但整个趋势不会变 黄金交代才刚出现而已 所以这个行情等低接就好 今天的策略等低接 其实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整个欧美股市的涨势就已经 短线已经卖下来了 但德国昨天是先跌了快100点 尾盘拉上来 代表整个气势还是很强的 美国昨天也是 早盘先跌 尾盘回到平盘 整个多头气势还是都能够保持住 昨天沸腾半熬体涨最多 涨了0.7% 最后沸腾半熬体还是表现最强的 昨天美股的部分 苹果股价昨天又再创历史新高 收盘价 以收盘价来算 又创历史新高 这波苹果涨得还蛮凶的 对平盖股会有带动效果 你看大力光间又继续涨 目前135元 这波大力光从3000守住之后 现在已经回到4165元了 对于大盘的带动 对于平盖股的带动 都有很明显的贡献 台积电 昨天回升涨了4块半之后 今天台积电也还不错 还蛮稳的 小涨1块半 小涨1块半对指数贡献就很大了 你不要小看台积电1块半 台积电1块半指数又占了8点 好的 降8点即13点 现在变13点 台积电13点 加群指数正好还是13点 所以几乎都是被台积电给占掉了 所以台积电对指数的贡献度跟影响是蛮大的 昨天台股有达的ADR在美国市场大涨5.3% 大涨5.3% 算是涨幅比较大的 今天台北股市普遍都开高走低 所以等压回低接就好 不用紧 今天风力发电的部分还是持续走落 你看台船 这个价格还是太高 世纪刚跌不停 所以当时在99我是说 不要去买这种股票太危险了 才赚三毛钱而已 你看已经回到剩40块了 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上尾头肩似乎有指纹的味道 一百块也太贵了 当时在180我说不要碰太贵了 几乎回到起长点 几乎已经回到起长点了 立期还是比较稳 立期还是比较稳 立期你看才跌一天就不跌了 那我们从10.5买14卖掉 押回来12元再买 其实他只差一天而已 每股净值18.4 单卡还没就好 不用去杀低 不需要去杀低 亚尼外资持续加码 昨天越买越多 昨天外资大买亚尼 6159张 哇 猪一直喂 这会冲出去哦 只怕不压回而已 你看他指标修正已经差不多了 很有机会再做一波新的公司再攻 好 亚尼今天可以特别留意 有机会再补涨冲出去 最近加联益也不错 今天加联益又大涨 可是要小心哦 加联益的财报还没发布 可是他已经字节 3月份的获利是亏损的哦 亏0.05 是加联益的部分 所以3月份 你看1、2月份过年 所以营收数比较小 3月份回归正常之后 营收比较大 那营收比较大都赔钱了 那2月份更不用讲 对 所以第一季的财报 加联益恐怕是赔钱的哦 你看那业绩也不怎么样 业绩很烂啊 业绩很烂 股价已经被炒到五十几块钱了哦 所以一定要理性一点 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自己要有判断的能力才行 那今天财报发布完之后 联勇今天开出高盘来 好 这是财报的股票 等一下强盘初期的部分 我会跟大家谈一档 外资昨天开始资金归对大买的股票 每天早上9点半以前 我都会 就会发通知 强棒初期一档个股 希望能够帮大家在短期 两三天之内很顺利的 赚钱啊 3%5%都没关系 因为强棒初期 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我没有办法带你进带你出 没有办法带你做波段 那只能用短线两三天 让你买了两三天卖掉 买了两三天卖掉 做个短线 3到5%都没关系 你看昨天我们强棒初期是 南亚科对不对 南亚科 这个随时也会充 外资昨天 还继续加码4000张 上个礼拜四 我们强棒初期是推荐 2313的华通 对 丁列拜喜 这里推荐的 也是冲出去 三天时间也涨了8% 那上礼拜三 我们推荐的是 3044的见顶 丁列拜在这里推荐的 今天见顶 昨天财报发布 这个步骤间也是大涨 所以推荐的股票 都基本面很好 股价相对在低档的股票 你看这次见顶也是从 125下来的 都是真假 印刷电路板里面 最赚钱的公司 第一季财报1.5元 去年财报8.3 创历史新高 我推荐都是好股票 这点你放心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推荐一档 强棒初级的个股 昨天外资开始资金回流 等一下强棒初级的介绍 你用心听 今天强棒初级 我们来跟大家推荐 3481的群创 群创我想不用我再多做介绍 那今天为什么跟大家推荐群创 首先群创跌的已经够深了 那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 群创昨天财报发布完之后 外资资金开始回流 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 就是3481的群创 昨天外资一天买了6万多张 买6万多张 昨天外资整体买超来说 还是小卖3亿的 那外资在小卖3亿的同时 它是大买又大卖 总共外资昨天的交易量340亿 所以外资在做换股的时候 买进的股票将要成为下一波的新主流 那为什么外资昨天大买群创 我想群创之前市场上一直在传 亏损亏损 第一季会亏损 甚至有的讲得更夸张 那事实上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不但没有亏损 还赚0.3元 那赚0.3元 跟第四季差不多 而且公司也说 最坏时光已经过去了 那如果最坏时光已经过去的话 那么今年全年至少 我看一块半应该 还是跑不掉的 一家公司一块半是不多了 问题是股价离净值 26.5元差太空气了 现在勾给到10块而已 那目前盘面上还没有那种 赚一块钱超过股价只有11块 甚至离净值一半都没有 所以就变成股价严重低估的个股 所以财报发布完之后 外资昨天一天就买了6万多张 我想这是个开始 那今天大盘比较弱 尤其这种全资股的部分 跟大盘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今天操作账以低借为主 以低借为主 只要有压下来 有压下来这个平台 有压下来平台的部分 有压下来平台的部分 都是一个很好减便宜货的机会 没有什么风险 可是一旦涨起来 不要小看重 11块钱的股票 你贴得很重低喔 尤其禁止在6块 差过分 所以这是一档 既安全 又净可供 退可 退可手的标的 三四八一的群创 希望能够帮大家在短线 两三天的时间之内 探3%探5% 应该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啦 好下午节目 我会跟大家谈更多的内容 提供给大家一起 赚大钱的机会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下午下 好下午前 您不吗